每一個朋友來到 他都覺得設計得很漂亮 很新鮮 有一種叫做 剛才我所說的示範單位的感覺 交往上來也都很簡潔 但是他又不會覺得很豪華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所要的東西 如果你說我對這個設計滿意到多高 我起碼來講都有80分以上 優質售後 要有這麼多元素 才可以打造這麼理想的空間 從一間屋就可以看得出主人的品味 和生活的態度 這間屋不同的部分 都展現了截然不同的風格 就好像客廳就以低調奢華為主 這種奈念得來 由處處從細節中流露出點雅的深度 相信一定是屋穴其人 就好像這幅雲石造的牆身 加上幾行閃轉 完全有滑龍點睛的功能 客飯廳整體以黑 白啡三種顏色為主 用淺啡色中和了另外兩種深的顏色 不同的物料可以突顯出不同的質感 就好像淺啡色的雲石牆 和深啡色的懸關門框 互相呼應 我是希望能夠看下去舒服 看下去是很新的 給我一種想法是很舒服和很美 所以我只是要求了一件事 是比較像現代的示範單位 陳先生就把我這個概念盡量發揮 主人房延續這一份貴例 大部分的家具都以一刻一白為主 但是不同的物料令到不同光臨面 組合出來的視覺效果非常豐富 最引人入性的當然就是這個廁所 不知道還以為來了六星級大酒店的 還有一個總統套房 總統套房 粉紅色蚊醬 再加上一盞毛毛燈 和3D立體的羽毛牆紙 給人一種輕盈和夢幻的感覺 就這樣站在這裏都覺得很溫暖 好甜蜜 兩個小女正直少女時期 當然喜歡粉紅色和公主蜂 除了城堡造型的床之外 設計師更加用了白色雕花 來做衣櫃的櫃面 充分突顯了少女的甜美和優雅 到了書房又來個180度的轉變 書房有一個重點就是幾何鏡面 令整個空間都有一個迷幻的感覺 而鏡面就給人Cyber和Cool的感覺 夠特別 可以活動的書桌 不用當時拍在一邊 中間就多了一個活動空間 見到一間融合了那麼多不同風格 而又混合得那麼出色的單位 設計師固然功不可沒 護主其實都是行內人 一開始對於單位的風格和方向 都有獨度的見解 以前來說 可能我會覺得一個室內設計 我可以沿用三年五年甚至十年 但現在來說 我覺得室內設計只是一種 我們叫做享受 可能來說 每一宗設計是維持三年就夠 或者五年就夠了 也都時代表同 可能來說每一室設計是一個風格 以這種風格來說 是要跟著潮流走的 我看到那麼多示範單位 我覺得示範單位 比一個想法是相當好 而這些想法來說 可能在我的年代是沒有的 也都我接觸不到的 所以我就決定了 放給一間公司 他可以大膽幫我做一個設計 看看可不可拿出一個效果 是我想要的東西 護主對於室內設計方面 都有相當高的要求 不知我們公司哪一樣打動到他 令他最後選擇了設計情報中心呢 那我就嘗試一下 在網上打過以前的電話 剛巧接電話的樣子 就是陳先生 當時我是不知道是陳先生 但是來講 傾樂來講 可以給我一些很落實的答案 譬如說我要求怎樣 或者他可以提供什麼給我 他都可以在第一時間裡面 給我一些信心 那其後來講 我問你在哪位 他就說他是陳先生 因為在網上 我都見過他很多的作品 那我就很驚喜地說 為什麼會是你聽的以前電話 那他就說 他是很注重所有的來電 和所謂的投訴也好 或者諮詢也好 他都會第一時間去接聽電話 那由於他講這句話 我就覺得 這間公司可以給我一些信心 因為以一個 就是所謂叫top management的人來講 能夠可以花一些 去公餘的時間 去接聽一些熱性電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信心 那這個也是我 開始 覺得我應該去作出一個選擇的時間 每一間公司 尤其是裝修設計公司 我最重要的一件事來講 就是服務 設計當然是最重要 做出來的手工更加重要 但是我覺得 售後服務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那這三年當中來講 我強調我可以說 我最欣賞設計情報的地方 就是他的售後服務 雖然是很少問題也好 那我或者可以這樣說 譬如說 世界情報 蕭先生 因為這個是他接觸我最多的 那他會第一時間幫我處理 他不嫌這件事是小問題 或者大問題 他都第一時間 他有時間去幫我處理 沒有時間他都會找人幫我處理 我覺得這個售後服務 是我非常非常之欣賞 如果帶點禁止 都不在'. 識一的 緊繊 你可以用了 十分手 不然 有 未來 會 有